我兒子在學校 小朋友就問他說 你是沒有媽媽嗎 我聽到這個好難過 我最有印象大概三歲那時候 第一次進洋風場 無聊嘛 想要出來玩 就跑出去找爸爸 然后蜜蜂一攻击 啊 噼里啪啦哭啊这样子 啊 爸爸啊 爸爸一直跑一直哭 哭哭的怎么样 借口对大午火 我们就对火在走 有时候你年轮 火开水 火紧着就烧不着 孩子们也对我们的疲劳 吃香比在吃女孩更疲劳 我们的孙子就想到 以前我们的女孩 如果香车去走 我头看的孩子在家 晒着老了 感觉洗完澡 的时候很冷啊 一辈子又穿了三件衣服呢 要盖一辈子 出去穿啊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啊 一支是发烧 每一支都是我的家人 我恨不得能够编号 每一支编号这样 知道说谁又回来 谁没有回来 早上因为气候关系 变得比较恶劣 食物太远 它一直飞 飞到离开它的飞行范围之外了 它回不了家 几十万只的蜜蜂死在我们眼前 真的是可以蹲在地上 看着蜜蜂这样子掉在这 在蜜蜂身上就看到一个索土 比人生更多的百胎 不是我像蜜蜂 是蜜蜂像我导习 我们是向蜜蜂像导习的忍义 我像蜜蜜蜂像我导致的 我像蜜蜜蜜蜂的忍买